在电影《八百》里面没有绝对的主角 它展示的是战争中各色人等的全景式群像 为这些抗日战争中一个个无名英雄树碑立传 片名《八百》之所以用大写的摆字 为的就是旁边的人 全篇的主要人物接近20个 次要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既有小人物面对战争的畏缩和恐惧 也有大英雄在绝望环境中激荡出的血性 演技派王千元将武张义犹如三个台柱子给表演称帝 管虎用三种动物来提炼他们饰演角色的特性 王千元演的铁拐是狼姓 看起来狡猾 实则重情重义 发起狠来战力爆表 江武演的大刀是狗姓 起初贪身怕死 唯唯诺诺诺 但真要把他逼急了 也是要大杀四方的 而张义演的老蒜盘是猫姓 一个趋利避害的投机分子 但即便如此 在民族大义面前最终也露出反抗的尖牙 不得不说张义的演技是真的牛 在片场有这么一段花絮 老蒜盘逃跑被抓 磕头恳求驻守阵地的士兵 放他一条生路 一个又一个响头 一声又一声 我求求你 短短几分钟的哭泣 把导演管虎看得是泪流满面 演完之后张义说了这么一段话 电影《800》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 都是一次任务和荣誉同等艰巨的挑战 对于老戏骨门是这样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更是如此 饰演班长朱胜忠的魏晨 为了呈现士兵长期作战的销瘦状态 1米83的个子 最瘦的时候只有65公斤 饰演士兵端午的欧豪 在一场激烈的冲锋戏中 小腿直接被划掉了一块肉 所有演员 无论角色大小 戏份多少 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电影之中 王千元跟管虎开玩笑说 说完了演员 当然不能不提背后的总舵手 导演管虎 12年前 管虎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个项目 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必拍的电影 但按于当时资源有限 只能暂时搁置 随后13年 16年 17年 经历三次重启 四年制作 投资5.5亿 按照市场的经验 战争电影有他的票房天花板 但管虎一直抱着一个信念 就算赔钱也要拍 八百在去年的上影节第一次小范围放映 但后来紧急撤档 当时的放映版本是160分钟 现在的供映版是147分钟 缩减了13分钟 在预告片中出现过的软惊天的部分全部被删 他在电影里饰演一个呼吁和平的日本青年 却因为日本人的身份遭到百姓群殴 另外就是电影高潮部分的护旗行动 有适度删减 还有李晨 王千元江武组成的赶死队的最后反击也被删去 不得不承认电影八百有不少的遗憾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国产战争片一座新的标杆 是一部能够留下来 也值得留下来的电影 正如导演管虎所说 管虎说他走访过17座城市 采访了很多17到29岁的年轻人 90%都不知道四行仓库 甚至不了解松户战役 忘却历史是很可怕的事 而电影可以帮助大家回望 在电影的一开始 荧幕上有这么一句话 待我沉沉时 你将见到我的微笑 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的穆接文 据说导演管虎平时很喜欢读鲁迅 他想用这句话 也通过八百这部电影 唤起更多人对抗日英雄的深入了解 直到今天 四行仓库的遗址还屹立在苏州河岸 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 这些屹立不倒的现实 共同书写着一段屈辱的历史和热血的传奇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鲜鱼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是电影八百正式开拍前的一个试拍片段 镜头扫过 地面上散落着大量弹壳瓦砾 战壕中躺着血迹未干的士兵尸体 看得出来 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几个日本军人正在大摇大摆的清理战场 确认没有残余的兵力之后 他们慢慢放松警惕 突然一个日本小兵大喊 这里发现了一具中国高级军官的尸体 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吧 于是日本兵们一字排开 站在尸体两侧 架起照相机 为这场不人道的侵略战争留下纪念 其中一名日本兵的笑容猛的消失了 他的注意力被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吸引 所有的日本兵立马提高警惕 并发出警告 站住 否则我开枪了 烟雾中缓缓走来一个女人 她散乱着头发 但穿着得体 背着手 紧握一颗勾住隐性的手雷 日本兵再次警告女人别再往前走 但女人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日本兵嘶吼着举起枪 女人在距离刺刀几十厘米的地方站定 她看向日本军官 悲愤交加 随后视线缓慢移动 停在指向她喉咙的刀尖 显然 她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虽然这个视拍片段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已经能够看出电影八百的用心程度 试图营造的真实肃杀的战争氛围 以及国人以卵基石 但人义无反顾的孤勇 八百是中国乃至全亚洲第一部 全篇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 放眼全世界 则是继复联3复联4之后 第三部如此规格的电影 除此之外 中国还有一部未上映的电影 同样采用全篇IMAX摄影机拍摄 那就是春节档期因为疫情撤档 至今尚未定档的唐人街探案3 八百的摄影师曹玉 作为国内顶尖从业人员 他一年的时间没接其他的片子 全铺在了八百上面 为的就是尽全力呈现出真实和美感兼具的画面 更接近人的眼睛观察世界的标准 这也意味着镜头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绝不能马虎 为此剧组花费了大量功夫 一比一搭进了两岸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宏大场景 还专门挖了一条长达200米的苏州河 700块霓虹招牌 近500盏照明设备 灯光线加起来就有50多公里长 能直接从苏州升到上海 军火武器也是按照时代样貌全面还原制作 衣服都是经过杀洗 石墨 然后水洗再拿到外面去晒 做出人穿着过的痕迹 近5万个子弹炸点 平均一个镜头700个子弹点 相当于10部大型电视剧的体量 400多名跟组演员在开拍前 统一进行7个月的军事训练 每个人不管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外 都必须是个军人的样子 电影中的很多士兵都操着一口湖北口音 这是因为当时524团由通城县保安团补充兵力 其中湖北人就占80%左右 连口音都是1比1还原 从摄影 美术 服装 道具 剪辑 音效 音乐 特效 都相当于国际级别的标准 那些所有刷新国产电影记录的数字 如果凝结成一句话 那就是真实 真实 还是真实 800是怎样一部电影 十年准备 四年制作 三次撤档 今天终于等到他在电影院正式上映 仅前期点映期间票房就已经破两亿 为疫情后中国电影的全面复苏杀出了一条血路 电影800必看 但在看800之前 还有许多直击心灵的真实故事 你不能不知道 电影800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 1937年 松户会战进入尾声 两个多月的抗争 国军节节败退 战局急转之下 上级命令主力军全线西撤 独留一支孤军死守上海 想通过战士们的牺牲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团长谢靖元 宁威寿命 率领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一营的战士们 连夜进驻上海四行仓库 并立下针针铁血的军令状 势不轻易撤退 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际 靖元未死前 全营兵官必向倭寇取倡相当代价 其实在此之前 原本第一营的将士大部分已经牺牲 谢靖元不得不从其他军团补充兵力 他们大多是从湖北来的新兵 十七八岁 没有任何作战经验 加起来总共也不过四百二十五名士兵 那为什么要叫八百壮士呢 是因为团长谢靖元为了迷惑敌军 对外宣称部队人数为八百 于是就有了后来传送的八百壮士英雄诗迹 这是一场在战略上毫无意义 在战术上毫无胜算的富与顽抗 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 距离对岸的公共租界只有一合之隔 日军担心战火波及租界 惹怒西方列强 因此不敢用重炮攻打四行仓库 但同时因为仓库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对岸的平民百姓 外国友人以及上流人士 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过程 正如导演管虎所说 四行仓库守卫战是一场被直播的战斗 成群结队的人们围在河边河岸观虎 喝着咖啡就能观看真枪实弹的杀人现场 一边是歌舞升平的东方巴黎 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烈火战场 孤立无援的四行仓库 在上海划出了一道生与死的分界 一面天堂一面炼狱 战斗整整历经四天四夜 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 国军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 最后以九人死亡 二十余人受伤的代价 击毙两百多名敌人 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四川军人陈树生为了阻止日军 炸开四行仓库的墙体 他在身上绑满手榴弹 然后毫不犹豫地拔下引线 从窗口纵身一跃 跟楼下的日军同归于尽 在赴死之前 他用鲜血在一块白布上 写下给母亲的遗书 舍身取义 而所怨也 短短八个字 却能如此铿锵有力 四行仓库久攻不下 恼羞成怒的日军 已经开始用平射炮猛轰 甚至不顾国际法 向四行仓库内发射毒气瓦斯弹 即便如此 四行仓库依然未被攻破 但河对岸的外国人看不下去了 孤军在四行仓库的敖战 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安 为避免战火获及租界 他们强迫国军最高当局 向谢静元下达撤退的命令 而谢静元再三表示 拼死一战的决心 但军令难为 只得挥类率领孤军退入租界 10月30日当晚 八百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 当谢静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时 已经是泪流满面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然而 却没有得到英雄的待遇 租界迫于日军压力 第一时间将谢静元所率部队缴械 并软禁在租界内的孤军营里 四年后 谢静元被四个汪伪政权收买的士兵刺杀 年仅37岁 负气撤退的八百壮士 大多结局悲惨 有的病死在营中 有的被日军流放到南洋做了劳工 能够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有位叫杨阳镇的牌长 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他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几十年后 91岁的杨阳镇又回到四行仓库 还特意去谢静元的墓地拜祭 老人颤颤巍巍地在墓前行了个军礼 抚摸着墓碑痛哭流涕 2010年 杨阳镇在重庆逝世 享年97岁 他是八百壮士中的最后一位老兵